在台中之前发生这样的悲剧 五岁的女童被遭到车子撞当场死亡 那么她在端午节这一天举办告别式 一张张都是她可爱的照片做成的MV 不断地在现场播放 看在女童的母亲还有外婆的眼里相当不舍得 五岁女童一张张活泼可爱的照片 制成MV透过电脑不断播放 不管是露出酒窝还是嘟起小嘴巴的模样 看在妈妈和外婆的眼里好心疼 难过的泪水不断划过脸颊 不舍母女情缘只有短短的五年 女童车祸当天参加完外公的亲生会 没想到在返家途中遭酒驾男子追撞 离开人世 而母亲前一天才刚考上理师执照 没想到第一个送的竟然是自己的宝贝女儿 她考上考上的第一个对了 考上的第一个 妈妈这样心里面不就一点 难受啊 她们是难受啊 她是她的心肝 妈妈帮女儿穿上她最喜欢的碎花洋装 替她打扮得美美的 要亲手送女儿最后一程 她很爱漂亮 她就 她 她进入她妈妈的梦中 叫她妈妈也帮她化妆 穿衣服要穿得漂漂亮亮 端午佳节一家团圆日 但五岁女童却意外车祸往生 外婆送外孙女一路好走 母亲则是泪眼为女送行 中年新闻韩志欣 叶佳文台中采访报导